台湾有事 日本不想有事 冒号 日本民调不但74.2% 反对出动自卫队协防台湾 51.1%反对替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11月14 2022 台湾媒体报道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 今年访问5000名18岁以上 日本民众民调 约3000人回答 结果令人震惊 74%受访者反对 相对反对日本与美军并肩 作战对抗解放军 至于美军后勤支援的部分各报道语言不详 我就查了一下 以下是简介 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 会关于台湾有事的调查部分 在第15回关全国事论调查 2022年有介绍 分别在两份PDF中可以看到 在第15回关全国事论调查 2022年的7、8页 第15回关全国事论调查 2022年报告书的15、16页有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日本提供美军武器弹药后勤支援部分 44.8%同意 51.1%回答不同意 台湾报道都说意见两极 但都是过半不支持支援美军 至于允许美军利用日本的美军基地作战的部分 48.4%同意和47.1%不同意 而有46.8%同意 日本不参与任何军事事物包含美国使用美军基地 48.7%回答不同意 图片说明 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 今年访问5000名18岁以上 日本民众民调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态度 在此补充有最多美军住在地冲绳的意见 根据华市报道 日本冲绳县知识玉成丹尼 日前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 直言不希望冲绳再度沦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玉成丹尼接受中国环球时报专访时指出 冲绳曾经历过极其残酷的战争 民众渴望世界能够持久和平 他直言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绝不能允许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而让冲绳沦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他还呼吁相关各方以冷静跟和平的外交方式 展开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 建构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 建议本文与我之前提过的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布美国 英、法、德等14国调查合并看 因为该调查并未调查日本 我当时说当年参与八国联军 攻打中国的国家中漏了日本没有调查 比较之后 美国只有7%愿意出兵 日本有22.5%愿意与美军共同出兵 看起来虽然多了三倍多 但那也是要美军先出兵 日本民众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出兵 简单的感想是 乌克兰战争后 一开始的报道说中国会 因此慎重考虑出兵后果 因为全世界都会围攻中国 开除地球球集之类的 但经过多月战斗后 欧美日本明星逆转 对乌克兰的支援力道大减 所以 正如我在该文的结论 如果台湾立志当台湾海峡 第一岛链的乌克兰 有必要全面备战 延长兵役 大量储备武器 现在连日本民众也不愿大力帮助台湾 台湾唯有自救 才能比乌克兰还有任性 Blackjack2022年11月14日 民调 若中共犯台于7成日本人 反对出动自卫队 罇民务我 罗人